这可能是漫威里最伟大的父亲 别看永杜一身蓝色的皮肤 豁牙撩齿不像个好人 但他却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父亲 虽然对养子星爵一句爱都不说 却处处都是父爱 但得知星爵为了力量宝石背叛了他 永杜对着手下说道 抓到星爵后自己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可真的抓到后却迟迟不肯下手 当星爵承诺会帮他夺回力量宝石的时候 永杜立刻开怀大笑并放了星爵 其实他之前放下狠话要杀星爵 只是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 如今他很高兴 星爵又给了他一个放走他的理由 后来星爵一行真 打败罗南得到力量宝石后 永杜逼着星爵把他交出来 这里永杜看似无情 实际上他非常了解星爵 当星爵告诉他 千万不要打开那个球体时 永杜似乎就明白了什么 当他走远后 悄悄一人打开那个假球 看到里面装的是个娃娃 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开心的笑了 这一幕不就是父亲对儿子的赞许与包容吗 相比之下 星爵的生父一哥 虽然长得一宝人才 却不干人事 多年前 一哥在各个星球拨下种子 试图让所有星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从而掌握全宇宙 但是单靠他一人的力量 无法完成这些目标 于是他尝试与各个种族繁衍后代 然后再让永杜把这些孩子抓过来 但这些后代中 没有一人具有天神的基因 全部被一哥杀掉 永杜无欲中发现了一哥孩子们的下场之后 决定悄悄把星爵留在身边 他的理由是星爵身材瘦小 可以钻到大人大不了的地方 帮助他们偷东西 而实际上 却把星爵等亲儿子一样对待 终于 因为永杜的过分偏爱 引来了手下们的叛变 少剑控制器被摧毁 他和火箭也被关了起来 幸好曾经的一位手下良心发现 给他送来了少剑控制器的原型机 也让我们见识了 永杜的少剑到底有多牛 在摆平了手下的叛徒之后 永杜连续完成了700次星爵跳跃 来到了一哥的星球 只为拯救即将被一哥吞噬的星爵 此时的星爵没有任何感激 反而直接说永杜是个老废物 虽然永杜被一哥压在石头下 少剑也被废掉 但仍不忘引导星爵 释放体内的能量 最后众人合力打败了一哥 但永杜为了救下星爵 把结尾的一套太空服 穿在了星爵身上 自己的牺牲在太空中 此时星爵才明白 永杜才是他最好的父亲 而永杜这种无私的爱 也感动了掠夺者们 在太空中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愿世间哨声为你而鸣